中央政法委书记郭生坤 就是这场暴力镇压的幕后黑手之一 他操纵香港警方不断升级镇压的渠道有三个 一是郭生坤任公安部长时 提拔重用的公安部港澳办公室主任孙力军 二是郭生坤提拔重用的公安部 驻香港中联办警务联络部部长李江州 三是郭生坤领导下的中央政法委网站 中国长安网的笔杆字长安建 郭生坤 孙力军 李江州 长安建四位一体 加上其他一些暗黑势力 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把香港搅得天昏地暗